给他一次破刃的机会 只需一拳就能带走几十万血的BOSS 如果这一拳不足以致命 别担心 等BOSS行动会要开始时 他还将尝到几十万的猎伤伤害 这就是物理击破 这就是卢卡 大家好我是斯凡 卢卡目前有两种主流玩法 一种就是常规的堆攻击速度 依靠技能的DOT和卡夫卡来打伤害 还有一种就是主堆击破特攻的一拳超能 主要依靠击破的猎伤来打伤害 两种玩法的思路完全不一样 但也有通用之处 了解击破流派的卢卡 对你玩攻击流的卢卡也会有所帮助 这期视频我们就来好好的讲一讲 这样种玩法的卢卡 在配装配对以及配速上的选择 卢卡的核心技能是他的天赋 也就是斗志系统 卢卡每次释放普攻和战技都能获得一层斗志 大招可以直接获得两层 斗志上限四层 具体的我们可以看人物头像下方的这四个点 当斗志大于等于两层时呢 卢卡的普攻会变为强化普攻 薛润变为二单位 并且可以引爆目标敌人身上的猎伤 不论是卢卡技能的猎伤 还是击破带来的猎伤都能引爆 队友上的猎伤也能引爆 只要是猎伤他就能引爆 击破卢卡的关键就在于强谱的这个引爆 在击破的同时还能触发一次物理击破带来的猎伤 这是击破卢卡能够玩的前提 也是击破卢卡相对击破速伤的优势所在 卢卡的强谱分为两个部分 三段直冲拳和一段碎天拳 前三段直冲拳薛论一单位 碎天拳单独薛论一单位 天赋的文案描述是 碎天拳击中猎伤目标才能够引爆 那是不是击破卢卡必须要在 怪论性值等于1的时候 才能出手击破呢 完全不是啊 只要强谱能够击破敌人 就能正常引爆猎伤 这个猎伤是最后采出的 只要你这一拳能击破就行了 不用想那么多 有的人看了这个文案会误以为 击破卢卡的玩法条件很苛刻 大错特错啊 卢卡的额外天赋能够提高 直冲拳的段数 每段攻击50%固定概率 额外触发一次 初始是三段 也就是最多触发三次 变成六段直冲拳 后面这句 此效果对额外释放的攻击 不会生效 这意思是 额外触发的直冲拳 不会有50%概率再额外触发一次 不然就左脚踩右脚上天了嘛 额外触发的直冲拳 不管有几段 对强谱的削认效率是不会有影响的 不管是几段 强谱都是二单位削认 如果你额卡是满命呢 那么每段直冲拳 还会额外再触发一次猎伤 该猎伤只有语言猎伤伤害的8% 初始三段 最高六段 也就是可以额外触发 24%到48%的猎伤伤害 这也是为什么额卡是一拳下来 伤害数字这么多的原因 额卡的战绩 二单位削认 百分百基础概率是敌方陷入猎伤状态 该猎伤的伤害是敌方生命值的24% 光看这个数字 你也是不觉得很逆天 但是有限制 以实际战机为例好了 最高不超过额卡攻击力的338% 额卡攻击力算到高一点 有3500好了 这猎伤的基础伤害也就1万多 放队伍里的话 这伤害也就2万多吧 24% 看着很美好 但攻击力的限制 会让额卡即便面对有几十万血的boss时 打出的依旧会是这点伤害 但击破猎伤不会 击破猎伤虽然也有限制 但它的限制影响可没那么大 这是击破猎伤的基础伤害 看的是敌人血量 以及角色等级和击破特攻 敌人越强 我这个击破猎伤伤害也就越高 这是击破猎伤的限制条件 简单算算你会发现 这个影响其实很小 几十万血的boss 额卡能打出十几万的击破猎伤 论上限击破猎伤完胜 除此之外 解锁外天幕后 额卡的战绩还能解除 敌方的一个增益效果 就是佩拉战绩 如果差大招那有效果 聊生于5吧 终结技是给敌方目标 施加一伤 十几百分之二十的一伤 这个还是很有用的 并没有单独标注 是持续伤害一伤 所以不论是什么伤害 都能够享受到 这百分之二十的一伤加成 一伤是独立城区 相当于最终伤害乘以1.2 额卡的密集很一般 因为是给随机单体目标 施加猎伤 并不是全体敌人 所以实战中 其实很不好用 一般和卡夫卡组队时 还是会用卡夫卡来开怪的 综上所述 卢卡接着是一名 对单特化的DOT角色 你拿他亲小怪 是很难受的 只有在打BOSS攻坚时 才能发挥他最大的作用 先说击破卢卡怎么玩吧 先了解这个玩法 有助于提高我们玩 攻击流卢卡的理解 击破卢卡顾名思义 就是要主堆击破特攻 并且一定要当击破手 伤害的大头 也都在卢卡击破的那一下 和后续的猎伤里 而击破的猎伤 和技能的猎伤 他吃的属性是不一样的 击破猎伤只吃角色等级 和击破特攻 不吃攻击力和增伤 和攻击流卢卡不同 击破卢卡对攻击力 和物理增伤的效果 约等于零 在队友选择上 我们应该选择有减防 减抗或者异伤能力的队友 这些Debuff 是作用在敌人身上的 击破卢卡是能吃到这些增益的 除此之外 击破卢卡的队伍 还有一个要求 就是能够快速破刃 这样可以加速角色出伤速度 方面是有一定要求的 和银狼组队的思路类似 最好得是对应落点的角色才行 那新作本的这个虫子决议 他的落点是物理 冰 虚数 那么我们的队友 就最好在这三折里选 比如软煤 佩拉 银狼 其中银狼算是比较百搭 因为能单独上落点 这里怪身上已经有了物理落点 却依旧在他的原因是 击破卢卡是可以带量子套的 有银狼的话 只要敌方有物理和量子落点 其一 卢卡就能保证吃满量子套20%的减防 对比DOT套 吃满也只有18%的减防 量子套在带银狼的情况下 明显更优 而且 DOT还有三个持续伤害效果的条件 对击破卢卡而言 其实是不好吃满的 如果我们面对的敌人是惊人沟魂时 他的落点是物理雷 虚数 那么我们可选队友就有 卡夫卡 银狼 软煤和佩拉依旧可以带 因为除此之外 没有更好的减防 减抗选手了 从上面两个例子可以看出来 击破卢卡在配对上是需要根据环境做出改变的 所以银狼算是击破卢卡的最佳队友之一 其次是软煤 可以加速破刃 还能减抗 然后是佩拉 拥有大额的减防能力 而卡夫卡 则需要看对面有没有雷落点 有的话可以上 没有 则不太合适 实战中 我们是需要计算好破刃速度的 最好是能够在卢卡击破的时候 怪头上已经挂好了减防 一伤减抗 这些debuff 如果在还没有轮到卢卡行动时 怪就已经快被击破了 那这时我们一定不要攻击这名敌人 可以选择哪一口队友 或是重新上下buff 也可以选择其他攻击目标 总之 关键中的关键就是 最后这一下 必须由卢卡来破论 宁愿多等一会儿 也不要随便找个角色 把论心条给破了 所以做好规划是很重要的 这需要我们对敌人的论性 和几方角色的破论能力 有一个论知 这也是为什么我在这期技能解析里 专门提到了破论能力的原因 以上就是击破卢卡的基本玩法了 总结尾一句话就是 队友上debuff加破论 最后由卢卡来收尾 击破卢卡的伤害能力还是很不错的 我自己这只卢卡都没怎么堆击破 就临时拉了一下 换了击破神后 是130的击破特攻 连及格线都没到 但也能一拳打出二十几万的伤害 要是击破特攻再堆高一点 伤害只会更高 在角色配装配素上 击破卢卡推荐量子套 又或是DOT套 内圈击破套即可 属性上主堆击破特攻 起码堆到200左右吧 为了吃满内圈击破的效果 速度也最好堆到145 各部位选择上 速度鞋和击破神固定 衣服和球其实很随意 随便什么属性都行 只要副死侠的击破特攻够高就行 攻击和物理球肯定是最好的 毕竟战绩的猎伤 是是攻击和增伤的 光追的话 当然就选黑塔商店的光追 孤独的疗愈就可以了 就它是假击破特攻的 在队友配素上 佩拉和银狼的速度一定要大于卢卡 银狼速度最高 佩拉第二高 都带温瓦克或者皮诺康尼 加臭能神 保证大招循环 软眉也带温瓦克加臭能神 速度120最好 能保证吃到温瓦克效果新手开大就行 卡布卡配素大于卢卡即可 也带臭能神加温瓦克 当攻巨人 击破卢卡对环境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不是说什么敌人都能上的 最好有物理 冰 量子 三种落点里的两种是最好的 只有一种的话就得看一张脸色了 一种都没有的话就不太行了 然后是常规卢卡的玩法 卢卡正常玩的话就带攻击和误伤球 在此小选择上也会比击破卢卡来得更多 需要大攻击 速度 效果命中 击破特攻能歪则歪 效果命中上因为卢卡技术概率是100% 所以需要堆叠的效果命中 在43%到67%之间 43%保证30抵抗的怪能够挂上猎伤 67%则保证40抵抗的怪能够稳定挂上猎伤 以其外圈DOT套或者拳王 内圈看卢卡速度 选择苍穹战线又或是分音战 盗贼也行 卢卡击破收益还是不错的 光追上以世界之名 猎物的视线 玩与睡颜 孤独的疗愈都能带 配对也比较固定 卢卡卡夫卡 软眉加生存位 速度上保证卢卡开局先与卡夫卡出手是最好的 这样能保证卡夫卡能稳定引爆猎伤 手法上也比较简单 软眉开局A一下开大 卢卡挂猎伤 然后卡不卡开转 一直以来我都是这么玩的 但接触了击破卢卡后 我突然觉得 既然击破猎伤这么厉害 为什么我们正常玩卢卡的时候 也不和击破卢卡一样 把怪最后的那一下交给卢卡来击破呢 我试了之后恍然到五 原来这才是卢卡的真正玩法 有卢卡击破和不有卢卡击破 伤害和轮数上都有差距 所以实际上不论你玩的是不是击破卢卡 其实都应该由卢卡来完成最后的那一下击破 卢卡在仪器上的选择 也完全可以多堆击击击破特攻 甚至是放弃攻击神 去选择击破神 击破也好 攻击也好 我全都要 只要能让卢卡完成击破的那一下 那么击破神的收益 是完全大于攻击神的 但因为常规卢卡的配对 不像击破卢卡一样灵活 所以还是得根据实际情况来 最后说一说卢卡的星魂 一星魂提高对猎伤敌人的伤害 二星魂 面对物理落点敌人时 战绩可以额外获得一层斗志 四星魂 每层斗志提高5%攻击力 六星魂前面讲过了 算是卢卡最值得的一个星魂了 总的来看卢卡的星魂 除了六星魂对击破卢卡有用以外 其他都是为了攻击流卢卡设计的 六星魂还是值得抽的 提升很大 那么关于卢卡 以上就是我的所有见解了 卢卡作为我第一个养的 SingDot角色 个人觉得玩法上还是很有趣的 特别是击破卢卡 真正的一拳超人 这大数字看一次惊讶一次 不愧是下城区拳击冠军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有帮助到你 别忘了点个赞支持我一下 喜欢我的视频 有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我是思凡 我们下期再见